美国总统特朗普遭弹劾调查 持续发酵 25号 白宫公布了特朗普今年7月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录音文本 文本显示 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泽连斯基 调查美国前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 及其儿子亨特 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份改要 特朗普对泽连斯基说 关于拜登之子的议论很多 说拜登出手阻止了对他儿子的起诉 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件事 如果你可以帮助司法部长调查此案就太好了 这个丑闻听上去十分可怕 特朗普还表示 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以及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将与泽连斯基沟通重启调查 乌克兰一家天然气企业的案件 拜登之子亨特曾在这家企业担任药职 不过根据这份概要 特朗普并没有明确表示 美国的援助要根据泽连斯基 对拜登的调查而定 只是在说到调查拜登之前 特朗普强调了美国金融援助的重要性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情报界一名人士日前 检举特朗普今年7月 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 以大约4亿美元军事援助为筹码 要求乌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 及其儿子亨特的黑料 与泽连斯基通话几天前 特朗普下令冻结纳比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而后重新放行 这起通污门震动美国朝野 民主党猛烈抨击特朗普 滥用权力谋求个人政治利益 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24号宣布 众议院就总统特朗普 近期电话门 对其启动弹劾调查 特朗普对此表示 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和骚扰 对其他人的政治迫害和骚扰